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,第1078章造神计划。 对,就是这个原因,他们有更可怕的计划,那就是造神,所以这里面牵扯太广,你还是少知道一点为好。 叶浩轩道。 你都不怕,我怕什么?李言心淡淡地说,反正我也闲着没事,跟你管管闲事。 毕竟我也是华夏人,我祖外公也是老红军,虽然不在,但我身体里有一部分血却是他的,不能让我国人这么胡来。 李言心认真的说,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,不过李言心的话倒是事实。 他的祖外公,也就是杨瑞明的太爷爷,也是位想当当的人物,可惜过世太早了。 他们这圈子的人,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跟窝国人不对头。 两人浮在那里等了片刻,只见小屋里的灯枣已经关闭整个屋子黑漆漆的,半上也没有一点动静。 叶浩轩翻身起来,不声不响地向小屋边潜伏了过去。 李言心紧跟在他的身后。 到了门口,叶浩轩的神念发出。 小屋内的情况有大致地了解,门并没有锁死。 他轻轻地推开门,闪身跑进了小屋。 屋内漆黑一片,但入眼两团悠悠闭忙缓缓地站了起来。 嘴里发出一阵吼叫之声,向叶浩轩缓缓地逼近。 叶浩轩已经看清楚,这是一头脏骚。 虽然并不是纯种的,但是看他的品相也并不算太差。 在他发出吼叫之前,叶浩轩双眼之中子童一闪。 射魂术强大的念力,瞬间控制住了他。 他一言不发,老老实实地退到了一边。 随后而来的李延欣猛地向前一跃。 右手一翻,一掌击在他的脑袋上。 把他的头骨击裂。 脏骚发出一阵低鸣。 翻身倒在地上,一动也不动了。 李延欣就是这样的人。 在他的眼里,不容许有半点潜在的威胁存在。 放翻了脏骚。 叶浩轩打开了室内的灯。 并不算亮的灯泡,显得十分的昏暗。 叶浩轩向前走了几步。 感觉地下的地板声音有些异样。 他走到一个地方试了试。 然后蹲下身去揭开了两块木制地板。 只见一个,仅容两人的通道,出现在两人的眼前。 这小屋里有一个地下室。 两人顺着地下室的阶梯,向下走去。 地下室并不浅。 两人顺着阶梯悄悄地走到了尽头。 一个通道出现在两人的眼前。 只见一个粗壮的大汉,坐在一张椅子上,正在打着钻。 他手里还靠着一把。 李延欣走上前。 他拍了拍那正在睡觉的大汉。 笑盈盈地说,有空吗? 那大汉猛地惊醒。 他手中的猛地举起来指向李延欣。 只是映入眼帘的,却是一张甜美的面孔。 这不由得让那汉子,微微一愣。 一时间脑袋不清楚。 竟然回不过神来。 就在他这一愣的瞬间。 李延欣一把掐断了他的喉骨。 这汉子双眼圆睁。 喉咙里发出一阵不正常的咯咯声。 然后轰然道地。 这个女人。 出手够狠。 叶浩轩佩服地,向他伸了伸大拇指。 心想自己还是不够狠。 要是换了他。 他顶多会把这人打晕。 李延欣像是做了一件,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拍拍手。 然后继续向里面走去。 这里的守卫非常的森严。 沿途解决了几个人以后。 叶浩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, 你能不能留下一个活口我们好问话。 他话音刚落。 李延欣又扯这迎面走过来的一个人。 一拳打碎了他的牙齿。 然后扯到角落里笑盈盈地说, 问吧。 叶浩轩无语。 牙都打碎完了。 但愿这可怜的家伙还能开口说话。 他蹲下身沉声道问你话如实回答。 那被打碎牙齿的人一嘴的鲜血。 他惊恐地看着叶浩轩点点头。 你们这里的老板是谁? 抓这些流浪汉和乞丐是做什么的? 另外谁是你们的老板? 叶浩轩问道。 我? 我不知道。 我们的老板叫魁蛇。 他在前面左拐第一间屋子。 由于牙齿被打碎。 所以那人说话显得有些漏风。 他含糊不清地说。 一条小鱼。 叶浩轩一拳放倒了他。 然后顺着他指的地方去找他们这里的大老板了。 走到通道的尽头。 左拐第一间屋子里。 一群痴痴痴上身的大汉在一起喝酒打麻将。 另外有几名明显喝高了的男人正在肆无忌惮地压着几个女人。 整个场面显得污秽不堪。 透过百叶窗。 看到了里面的情景。 李延欣的脸瞬间红了。 他连忙退到了一边。 翠道。 王八蛋。 没一个好东西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 一个看想来像是被这枪巡逻的人走了过来。 他见到叶浩轩和李延欣这两个不速之客。 大喝道什么人。 同时。 他反手从身后抽出一把手枪。 对着叶浩轩放了一枪。 叶浩轩身形一闪。 骤然出现在来人的跟前。 他右手一扬。 一颗黄灯灯的子弹从他手心里滑落。 开枪的人, 目瞪口呆。 空手接子弹。 这货还是人吗? 就在他举起手枪就要开第二枪的时候。 叶浩轩右手猛地向前一窃。 切到了他的胸膛处。 咔嚓一声响。 那人双眼圆灯。 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。 只是他这一枪已经惊动了室内的人。 正在房间里嗨的人乱成一团。 打麻将地扯着身边的枪就冲了出去。 在床上正嗨的人马上提起裤子。 乱哄哄地向外冲了过来。 门一开。 几把枪率先伸了出来。 叶浩轩猛地冲了上去。 双拳砸出。 瞬间放倒了两人。 这些人手中有枪。 他有足够的理由干掉他们。 他的速度快得出奇。 没有给这些人足够的反应。 片刻不到。 室内的十几个人全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 叶浩轩扯着外面的人丢到了室内。 抬个看了过去。 他沉声道谁是魁蛇。 这些人双手抱头。 一个个跪倒在地上。 听到叶浩轩的问话。 相互对视。 并不说话。 一边的李延兴走上前。 双手按住其中一个人的脑袋猛的一扭。 咔嚓一声。 那人双眼翻白。 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不去了。 他的脖子成不正常的扭曲。 李延兴刚才一招扭断了他的脖子。 他是。 他,就是魁蛇。 终于有一个惊恐的声音响起。 他指这一名五大三粗。 神色阴霾的大汉叫道。 浮在地上装傻的魁蛇,索性站了起来。 他身上闻着一个巨大的蟒蛇。 看起来,极其可怖。 他喝倒不错。 我就是魁蛇。 兄弟是哪条道上的? 叶浩轩一言不发。 把其他的人挨个放倒。 然后走到了魁蛇的跟前说, 我不是道上的。 我只是想找你了解下情况。 你抓这些人。 都是干什么的。 取气管卖钱。 这些乞丐也就这点用处了。 魁蛇冷冷地说。 他见过的大世面多了。 即使是现在对方有压倒性的实力。 但他还是傲然不惧。 是吗? 那你倒是说说。 一颗肾多少钱? 两眼又有多少钱? 说错一句。 我费你身上一个零件。 叶浩轩冷冷地说。 魁蛇情之眼前的这对男女没有那么好糊弄。 他叫道, 你是条子吧。 我做这种事情, 迟早要吃花生米的。 放马过来吧。 要杀要寡。 啊。 他的话, 没有说完。 叶浩轩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。 然后扯着他的手臂来了一个分金错骨手。 魁蛇的右手筋骨, 仿佛像是被打劫了一般。 整条右臂的痛感, 让他脑门上冷汗淋淋。 叶浩轩又抓住了他另外一只手。 然后笑道我还有很多手段。 如果你不说的话, 我打算让你挨个试试。 你放心。 我不会让你死。 在这个过程中, 你的意识会很清醒。 我曾经对付过很多人。 你要不要试试。 你想知道什么? 我说。 魁蛇终于低下了他的脑袋。 你不是人贩子。 你不是人贩子。 因为人贩子不会抓这些年老没用的乞丐。 你也不是卖气管的。 因为你不懂情。 我只想知道。 你抓他们来。 到底是想干什么? 叶浩轩淡淡地说。 有人指使我这么做的。 抓一个人有十万可拿。 魁蛇强忍着手臂上的疼痛道。 是谁? 叶浩轩双眼中寒光一闪。 我不认识。 他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。 每次交货都是送达指定的地点。 魁蛇道。 他的要求呢? 叶浩轩问。 要求就是人流量大。 身份不明的人最好。 偶尔也会要求一些年幼或者壮年。 魁蛇道。 你还知道些什么? 叶浩轩贺道。 我? 我只知道抓人。 这场地和武器都是对方提供给我的。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魁蛇摇摇头。 这一次交货的时间是什么时间? 地点在哪里? 叶浩轩一把揪起了魁蛇。 后天晚上。 地点就是。 魁蛇说到这里。 他突然双眼猛地睁开。 他的眼珠子向外突出。 就像是死鱼眼一样。 与此同时, 他的蹊跷都躺出鲜血。 然后他脑袋一歪。 人软啪啪地倒在了地上。 没了声息。 叶浩轩吃了一惊。 他一探魁蛇的卖门。 只见他已经弃绝身亡。 现在就算是施展搜魂术。 恐怕也搜不出来什么了。 他是中骨了。 李延欣诧异地看这魁蛇, 蹊跷之中流出来的黑血。 骨。 叶浩轩这才注意到魁蛇身上流下来的黑血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 一个金翅鼓虫从魁蛇鼻孔里钻出来。 一个反身就要逃顿。